赤鸡大学在花莲晋诗堂举办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 现场包括学士班、硕士班、博士班 共有679名毕业生一同参与 行孝行善不能等 毕业生透过收一句原意 表达对父母的爱与感谢 赤鸡大学以品格与知识为基础 更希望学生秉持着感恩尊重爱的理念 踏入社会 人文涵养的教育 教掌们也见证自己孩子的成长 自从孩子进入赤鸡大学以后 他们不仅接受了专业的学习 同时也征受了人文素养的培育 在他们的人格塑造当中 他们的专业技术上面 都有所收获 这点真的是让我们的家长 非常的感恩 感谢您 感恩有你 我们会是自己的连续 一路从磁小到磁大 接受了整整16年的磁级教育 就读传播系的刘子云 也在今年毕业了 她将带着自己所学的进入职场 典礼上分享走过的岁月 和四年即将画下据点的大学生活 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同学 有些人已经确立了人生的方向 有些人或许还在边走边进化 但不管如何 我们都将在今天毕业了 未来有许多挑战等着我们 然而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一定能够都拥有精彩灿烂的生活 带着这里装满爱的行囊 踏上新的礼程吧 毕业典礼是学生离开学校最后一个重要的典礼 师长们透过歌曲表达对学生们的祝福 期许毕业生找到正确的方向 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 池达新闻 吴叶池 江亦林 花莲报导